欢迎来到回老师说唱歌频道 掌握以下这四套方法 让你在任何场合唱歌都不会触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套方法 就是先开声再唱歌 无论你参与任何场合 在你开始唱歌之前 尤其是演唱那些富有激情的激昂的歌曲 你的发声一定要带有气感 先开声很重要 先开声就是确立一下 你在唱高音的时候 你的发声的高音位置 以及你气息的幅度 有了这样的准备 你唱歌的激情就会自然抒发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我的爱就不相停断 先开声通过练声 让你的发声进入一个歌唱的状态 这第二套方法就是歌曲的高潮部分 把它当作练声要多唱 同时主歌部分在控制气息方面 也要做到胸有成竹 就比如这首歌的主歌部分 我为什么还在期待 我不知道为何让这样痴气 除了歌唱时 除了歌唱时 你要会运用气息 同时你必须要知道 在歌唱过程中 你的气息的分布 就比如你在唱每一个乐际的起始 要急息 快息 同时要弱起 把更大的气量放在乐剧的后半部分 快息 明知辉煌 过后是安等 显得你的歌唱非常有气势 那第三套方法 就是抒情先唱 激情后发 也就是说 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 你可能呢 不只唱一首歌 那开始 你不要一下子把激情全打开 是吧 先唱一些比较抒情 舒缓的歌曲 后面 在把自己整个的情绪 带动起来的同时 把你的歌声也推向高潮 同时把听众的情绪 也带动起来 像男生 就可以先唱这首等待 那第二首 你可以再放开了 甩开了来唱 好汉歌 大河 想洞流啊 天上的星星 残北斗啊 一样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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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是不是这样 现场的氛围就非常的可人呢 好 我们再看第四套方法 也就是说 在你平时练歌的过程中 你要有一定的积累 把你所练的歌曲 自己练一个曲目 那需要你在各个不同场合表现时 从你的曲目中筛选适合的歌曲 这里面就包括不同场合 不同场合 不同氛围 不同年龄 要把你的歌曲做一个合理分配 今天我讲的这四套方法 对于经常聚会和有场合的歌唱爱好者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当然如果你需要掌握一些歌唱方法 学习一些歌唱技巧 就请你参看我前面的视频 或者订阅我的学唱歌专栏 从歌唱的气息运用 歌唱发声位置 以及歌唱的咬字方法 歌唱的表现 这几个方面 一步一步跟着循序渐进的练习 有了这样的基础 相信你参加任何场合 也会胸有成竹 也会自信倍增 我是回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会比较快